黑色轿车停在偏僻的树林深处 传出浓浓石臭味 附近损农往内一看 发现里面有五个人 已经弃绝身亡 吓得赶快报案 一台车子放在那边 才竹筍的工人发现 对 那已经有四五天了 家属都来了 天气炎热 警方一大体的腐烂程度研判 死亡时间有四到五天 地点在苗栗诗坦乡 一条产业道路旁 死者是一家屋扣 三十一岁爸爸带着太太 还有七岁及四岁女儿 跟五岁儿子回大湖 跟家人借车 随后失去联络 警方初步勘查 没有外力介入 疑似废弃污染致死 家属赶到现场神色哀戚 根据了解一家屋扣 本来住在苗栗泰安 先生是连接车司机 脸书上有许多跟孩子的甜蜜合照 生活看似单纯没有异样 过年后带着太太到桃园居住 为何会发生悲剧 检警还要到桃园市住家 进一步调查 记者中文学联名李云杰 苗栗报道